大家好,我是黎肺辉 那带大家去看看这个60年代的菜市场 所以在当时的这个菜市场呢 会有很独立的这个摊位 然后这些摊位呢都是流动性的 所以他们来到了,比如说炒果条摊 来到了一个定点之后 他们就一直在这个点 然后大家都有一种Future understanding 所以就是独立有自己的一个地盘 感觉上好像一家人这样 感觉那个人情味呢总是比较浓 像听说过以前好像买东西 还可以欧当人 就是设账的那种 一个月后才来跟你结账的 哇,这真好啊 现在哪有这样便宜的事情 摊位呢都是直接在住家的楼下 然后在住家的楼下就非常方便嘛 你想要买什么 你就直接下来买 买鱼啊,买鸡啊,买菜啊,买水果啊 什么都有,样样都齐全